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受到封面通过 全台都有震雨或者是雷雨发生 尤其在今天苗栗线也出现了短时好雨的雨势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都是持续受到封面系统南北徘徊摆荡的影响 所以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那么到了明天封面的结构会稍稍的减弱 但是盛行西南风的风场还是带进不少的水气量 所以台湾的各地仍是有震雨的天气 尤其又是以西半部雨量比较多 并且要留意短时强降雨的机会 那么在礼拜天之前都是受到封面影响的环境 所以提醒大家要务必持续的留意 那么到了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 目前看起来封面系统会远离 所以天气会变得比较稳定 但是下周三下周四又再有封面系统接近以及影响了 所以未来这个礼拜封面系统是比较活跃一些 请大家务必要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 来看一下今天的卫星云图 今天就是受到封面通过的过程 所以在上午的时候 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中北部地区 到了下半天南台湾也开始下起了一波明显的雨势 目前的封面位置是在南台湾地区 晚间将会持续的南压并且通过台湾 所以到了明天封面的结构会稍稍的减弱 但是这个西南风的风场还是有带进不少的水气 让这个降雨主要会集中在中部地区 那么下一波封面南压的时间点将会落在周五的晚间 一直到周六又是另外一波封面系统通过的过程 所以全台各地又再有不稳定的天气条件 全台都会有震雨或者是雷雨发生 然后礼拜天封面的结构会减弱 礼拜一礼拜二就会北台远离 所以可以看到台湾附近的环境 水气就变得比较少 天气就变得比较稳定 但是下周三下周四又再有封面系统要通过台湾来了 所以提醒大家未来一个礼拜 还是务必要记得攜带雨具 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台湾附近这个环境场的变化 因为这个中高层的强风轴主要是集中在中部地区 所以可以看到未来几天的降雨 以中部地区为最多 尤其又是以山区的部分 那么到礼拜五礼拜六 又是下一波封面通过的时间点 所以可以看到降雨的雨区主要是集中在中南部 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降雨就有相对缓和一些 那么到礼拜天刚刚有说到 因为封面的结构减弱 所以雨是就有相对缓和一些了 最后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今天的高温22度比较偏凉 那么明天因为环境场是盛行西南风的 所以高温一下子就回升到27度了 礼拜四过后未来一周的高温都是26 27度左右 那么在中部地区同样的今天是25度的高温 明天过后也会回升到26 27度的高温 那么在南部地区就不一样了 南部地区呢 今明两天的高温还是有30度 但是呢礼拜五的晚间过后呢 就有到封面通过的影响 所以高温就有下降到27到28度 也要一直等到礼拜一 封面北台之后环境场又是恢复成西南风的环境 所以高温又再回升成30度 最后呢是东半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呢 今明两天的高温很类似都是26度 那么在低温方面则是22度 礼拜五过后呢高温则会回升到28度 最后来告诉大家 今天啊目前封面的位置是在南台湾地区 所以呢虽然说今天的晚间会持续的南压通过台湾 但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呢封面系统仍是徘徊在台湾的附近 所以呢台湾环境场仍是比较不稳定的 明天各地呢还是有阵雨以及雷雨发生的机会 虽然北部地区稍微有些空档 但是呢环境条件还是比较不稳定的 也建议大家呢可以使用雷达回波图 来掌握台湾海峡上对流发展移入的情况 可以判断雨室的大小以及呢降雨与否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